前总统川普似乎又有爆炸性的发言 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指出川普近日在募款活动中扬言 如果中国在他总统任内入行台湾 他要出手来轰炸 那华友也引述了几位不具名捐款者跟顾问的话 表示说川普他除了在现场扬言要炸回北京 他还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当下就炸了莫斯科 这样的言论让现场的捐款人大感意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